南太行山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 在这里碰撞挤压 陡峭的山崖里 是一条希望之路 西崖沟 太行山腹地不足300人的小村庄 与外界隔绝 在过去我们那个村里边 八分之九十的人没有出过大城 不知道山外的时间 林荣树 不知道那个酱油和那个醋 是什么味道 如果是人大老兵呢 就靠这个身体去看衡 如果看不过 就照照地离开人间 人们下定决心和全村之力 就是用锤子铁签 也要在绝壁上抠出路来 在当年 数以亿计的中国人 也和他们一样 有着共同的渴望 渴望与外部世界沟通 渴望能早日让生活富足 在他们看来 这是改变命运的关键 这是中国的版图 在这张图上散布着六十六万个光点 每一个光点代表一个中国最基础的行政单位 中国的雄心市 即使再偏远的乡村 也要通上公路 1949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路网的总长度 才是八万公里 到1978年 才达到将近九十万公里 改开放以后 中国社会的工业 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工业的发展 必然带来交通的需求 我们必须加强 公路基础设施建设 由通达神度越来越深 到艺术等级越来越高 从1988年 中国拥有第一条高速公路开始 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 中国高速公路里程 爆发是增长到十二万公里 超过加拿大和美国 越居世界第一 今天 中国的高速公路网络布局 已经基本形成 工程师们接下来 要攻克的是路往末端 以及难度超高的路段 万州 一座拥有八十万人口的移民城市 人们的生活 仍然保持着水边人家的传统 这里 位于三峡的腹地 仅靠着长江黄金水道 一直以来 这里的道路远不及东部便捷 水上航运早已不能满足 快捷的出行需要 但现在 局面即将改变 复马长江大桥 为三峡铺区跨度最大的选择桥 南塔高166.6米 北塔高210.5米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 第一根主缆锁骨的牵引 在第一根主缆锁骨牵引完成后 在接后的两个月中 我们将进行216根锁骨的牵引 其架设 在主缆架设完成后 我们将进行钓锁的安装 以及钢销栏的铺设 驸马长江特大桥 是万历高速的控制性工程 这条线路连通重庆万州和湖北丽川 将这片山区搭载到中国高速公路榜上 主跨长达1050米的特大悬锁桥 将一跨过江 避免在水中建设桥墩 最大程度保护了三峡库区的环境 要将重达两万吨 近三个埃菲尔铁塔重量的桥体 悬吊在百米高的空中 两根主缆至关重要 因为在桥梁一百年的生命周期内 它们是无法被更换的 因此手跟锁骨的架设 将关系到全桥的安全 百米高的猫道上 工人们正在安装最后的一个门柱 为锁骨牵引提供支点 这条在高空中 人工架设的铁丝木条网道 是工人们唯一的施工平台 南岸 隧道茅的安室内 工人们则在紧张加工茅固系统 架设好的锁骨 将紧紧固定在茅体上 保证大桥的安全 一切准备就绪 从早上开始一直是在下大雨 不过现在庆幸的是 大雨已经过了 因为我们这个猫道 最陡的地方是要达到 四十五度的角 高度是一百米 所以猫道上面比较湿滑 现在的话 希望雾目赶紧散 好进行这个手跟主缆的架设 两台二十五吨重的卷阳机 缓缓启动 拽拉器 带着沉重的矛头和锁骨前行 这也引起剧烈的晃动 工人们必须时刻改变 卷阳机的速度 让锁骨稳定地落在滑轮上 同时又不会过快 以免崩断牵引绳 江上的大风 为这项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 随行的工人密切注视着 锁骨上红色的标准丝 因为它一旦发生扭转 竹篮的承受力将大为降低 通过拽拉器的牵引 矛头匀速穿过两座桥塔 越过一千多米的江面 固定在另一端的锚钉上 接下来工人们将继续牵引 二百一十五根锁骨 用锦篮机混压成两根竹篮 承载起大桥的所有重量 穿过崇山峻岭 高空作业成为万力高速最大的挑战 短短九十四公里 却又蹲住一千四百零七根 最高的桥蹲超过四十层楼高 在中国西部 高山耸立 峡谷横行 地势险要至极 一直以来 设计师们不得不沿着河畔山脚 寻找最适合的线路 盘旋的公路 不仅效率低下 也给山体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 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 成为司机的噩梦 但现在 中国工程师已有足够的能力 将道路拉直 他们逢山开道 玉水架桥 雅西高速 从四川盆地边缘出发 需要穿越海拔三千多米 犹如高墙一样 阻隔的横段山区 在以前 短短三百公里的距离 开车去要十个小时 现在工程师们决定 穿山直线而行 但问题出现了 从四面到缅林 那么这一节它必须 翻越这个脱骨三百 那么这个脱骨三百 非常高 57公里 它要爬1500米的 这个数字距离 特别是这一段 判爬距离要达到500米高度 四公里内 克服500米的高差 意味着平均坡度将达到百分之九 对于满载货物的重型卡车来说 这是一个绝对危险的坡度值 设计师必须发挥想象力 将坡度减少百分之七十 所以我们就借用了这个 停车楼里面 这个螺旋线 攀爬到楼上停车的这么一个四项 在这里的四项 这个设计了两次螺旋线展现 就是先进入隧道 来出隧道 在通过桥 那么实际上一个螺旋 那么一个螺旋 大概这个爬升的数字距离 是120米左右 那么克服这个数字高差的困难 修好的亚西高速 成为西南地区的主要通道 并节省了一半的行车时间 不到三十年 中国的高速公路系统迅速发展 以首都北京为中心 修建放射线 29条干线纵横交错 再加上多条区域联络线 一个连接20万以上人口城镇的运输网络 已经成型 但在城市内部 交通又面临新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以一种独特的交通方式 为世界所知 当时的中国 被称为自行车王国 每两人中就有一人拥有自行车 此时的中国不会想到 局面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天 刘伯会从大桥下的办公室里 出发前往位于北京各处的工地 北京 中国的首都 一个拥有21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 汽车则有560万辆 如果紧密停放 可以覆盖整个城市的中心区 为了解决人们的出行 6条环路主干线 7000公里的城市道路 1200条公交线和18条地铁 支撑起北京的公共交通 即使这样 道路仍不堪重负 这也给城市道路的养护 提出苛刻的要求 基本上都是在夜间施工 我们也是努力地做到无痕化养护 不影响大家白天 这基本是出行需求吧 三圆桥 位于北京主干道三环路上 高峰时 一小时就有1.3万辆车等待通行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 让整座桥面临更换 但如果按正常方式 封道维修两个月 将会带来巨大的麻烦 工程师们计划在极限时间内 将旧桥梁完成更换 他们将使用一个天才的方案 2015年11月13日23时 三圆桥换梁工程启动 不到6个小时 拆除1600吨的中央旧梁 24个小时后 旧梁清理完毕 两台驼梁车举起新梁 以每分钟行走一米的速度 移动60米 70分钟后 新梁就位 胶筑混凝土 摊铺沥青 15日18时 交通恢复 43小时的背后 是150个日夜的精心准备 而周一上班的人们 甚至没有注意到旧桥 已换新年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地面上的道路 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为土地的稀缺紧张 在中国 31个城市 选择把交通转入地下 但在一些城市 因为水系的充沛 情况变得更加棘手 长江边 一个五层楼高 重575吨的庞然大物 正蓄势待发 等待吊桩 武汉是中国中部的交通枢纽 长江 汉江 再次交汇 形成三镇鼎立的格局 但现在 宽阔的水面 给城市交通带来平静 目前长江二桥 条面设计 油量是每天 十万辆车次 目前已经接近了 设计的饱和量了 为了缓解通行压力 这个城市将要修建 19座过江大桥 但密集的桥梁 却又给航运带来麻烦 设计师们 决定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来最大程度地提高通行能力 一条公铁两用过江隧道 被列入到计划之中 整个隧道直径15.2米 上层是双向六车道 下层走地铁 使用顿购机 绝境开挖 现在 工人们正准备将顿购机的牙齿 圆形的刀盘 一次性吊装到44米深的工作井内 这是一个庞大 而又无比沉重的钢铁巨不霸 井下 工人们的工作同样紧张 顿购机最精密 最昂贵的核心部件 主驱动已经安装封好 他们要搭好支架 以便让刀盘和推动系统合拢 在经过四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 顿购机刀盘整体吊装正式开始 完成这个兼具任务的 是两台履带吊车 工人们需要用他们水平吊起刀盘 然后配合着让刀盘翻身直立 说起来很简单的动作 放在这个庞然大物上 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动辄花费数小时 这台吊车起重量 可以达到750吨 在它的协助下 庞大的刀盘 缓缓被放入井中 晚上十点 如变形金刚般的刀盘 终于安稳落入井内 合拢成功 今天 顿购机 已经被中国的工程师 大量使用 但他们依旧有着更大的野心 此时 中国的东部 在这家城里 仅仅只有五年的工厂里 工人们正在对两台 满步优秀的老将进行清理 这两台主驱动 属于一对直径十五米 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 超大型顿购机 为南京尾三路隧道而生产 顿购机 是高端装备制造 涉及多门学科技术 部件繁多 极度复杂 在这个领域 中国曾远远落后于世界 1958年 在被称为修路禁区的西南山区 中国人开始修建 从成都通往昆明的铁路 这是这个国家 第一次使用机械化施工 比西方落后了近90年 从那时起 中国人从零开始 追赶自己高端装备的制造梦想 半个世纪后 中国的制造能力 已经世界瞩目 但超大制径顿购机 却一直被世界上 少数几家制造工厂 垄断着 作为南京尾三路隧道的 总工程师 张国阳 对当时窘迫的情况 记忆流行 当时这一谈的话 外商要价在七个亿左右 我们需要两台 当时谈的时候 外商不降价 也不让步 我们感觉的太贵了 我没有想 外国制造商能制造 难道我们中国人 不能制造自己的顿购机吗 拉起团队 成立一家全新的工厂 中国人开始研发制造 自己的超大型顿购机 这个是当时我们做顿购机的 一些设计图子 整个尾三路的顿购机 我们设计图子量 打七千张 是我们四五十个设计者 日月夜夜 从无道友 把它们从纸上汇出来 两年时间 包括研发费用 天河一号的实际成本 控制在五亿人民币以内 2015年7月2日 在经过一千多个日夜的 不间断绝境 长达一百三十米 重四千七百五十八吨的 天河一号 从北三路隧道南线 冲出洞口 所有的辛苦与努力 都是值得的 这样的故事 在中国各处 持续发生着 交通系统 推动着国家的发展 而经济 又对道路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这个相互的推动 常常超过人们最初的预想 在一些地方 城市面临着新的问题 交通的扩容 往南一千五百公里 珠江 中国的第二大水系 在它的三角洲地带 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群 这里也是对外贸易的核心区域 众多产业在这里汇集 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 为此 珠江三角洲地区 修建了全国最密集的 高速公路网络 但这远远不够 虎门大桥 珠江两岸唯一的东西向通道 支撑着两岸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现在通车仅二十年 这座大桥 以远超负荷 拥堵成为常态 增加一座连接东西的大桥 这个愿望 已经存在了近十年 虎门二桥的修建 势在必行 跨越珠江的入海口 虎门二桥 要同步建设两座 超千米的世界级特大悬索桥 这是从未有过的挑战 主塔最高达二百六十米 相当于九十层楼高 建成后将成为中国最高的 悬索桥桥塔 加上十公里长的引桥 以及两座复杂的互通利胶桥 相比常规桥梁 生产施工的复杂程度将成倍增加 建设者们必须小心翼翼 才能又快又安全地完成任务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这八个巨大锁塔的建造 工程师采用整体液压自爬模板体系 让赵在塔顶的施工平台 能够随着主塔的建造自行顶升 四个小时后 一次流畅的整体爬升工作顺利完成 另一边 在衔接两座主胯的中心岛上 截断梁预制工厂 也在紧张的施工中 在这里要完成五十多种类型 共三千五百多品截断梁的生产和拼装 最大的梁段 一个的重量就相当于一百二十辆小轿车 五条生产线 平均每天生产七品梁 所有的生产都要标准化 信息化 才能保证在三年内完成所有工作 虽然这座大桥工期长达五年 但每一项工作 都将以小时来计算 工程师们正想尽一切办法 让这座大桥早日通车 扩充珠江两岸的流通能力 庞大的公路网络 让整个国家连通起来 今天的中国 汽车保有量全球排名第二 与1990年的数据相比 翻了三百一十倍 但这并不是一个让人乐观的趋势 中国永远不可能像美国这样 走这个车轮上发展的这么一个路子 中国现在的这个汽车保有量是13% 美国是70% 如果按照美国的比例 全世界的石油都供应不上 问题已经不断涌现了 高能耗 拥堵 雾霾 中国人决定要走另外一条道路 来更加有效的大规模运送人和货物 这就是铁路 一个12万公里的网络建立起来 一站世界铁路7%的营业里程 完成了25%的运量 特别对于大宗货物运输来说 铁路的优势更加明显 首都北京往北100公里 一个漂亮的S型大湾 拉出一条已经运行了23年的重载铁路 每天黑色的钢铁巨龙 从这里微移而过 这些列车的起点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 中国的梅都 煤炭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物资 即使在能源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 煤炭仍占据66%的能源消耗 厂653公里的大勤铁路 承担着中国铁路四分之一的煤炭运量 如同大动脉一样 为整个东部输送血液 大勤线是中国铁路的西门东用的专用通道 2002年它的设计能力是达到了1亿度 在经过多次改造以后 在2010年达到了4亿度的目标任务 要在一条线路上完成如此大的运量 需要尽最大可能增加每列车的运载能力 在大勤铁路最常用的是2万吨的重载机车 一列车运送的煤炭如果用载重5吨的汽车来装 需要4000辆 12301230煤炭来到好来 蜿蜒的重载机车将煤炭源源不断送往东部的秦皇岛 在这里装上货轮完成西梅东运的任务 但一直以来中国有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 修建一条长渡市大秦县三倍的重载铁路 形成一条由北向南的大洞外 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黄土高原的土地上小麦渐黄 这里是中条山脉的深处 陈昌征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我们以前去台湾厨去县城 都要翻这条中条山 早上起来翻到拉面就前黑了 绵延的山脉山势狭长 曾经阻隔了老陈的出行 也阻碍了猛华重载铁路的修建 穿越整个山脉 需要修建一条全长达18.46公里的隧道 首先面临的是这里复杂的地质条件 这个水道是全新最南的水道 水特别大 目前一天用水是一万一千方 兄弟们都叫它水年龙 大家就说是下漂泊大雨 然后下面菜林的道路 沙岩中富含的水顺着岩缝流泻而下 如从174米的高处落下来一样 如果处理不好造成秃涌 瞬间就能埋掉半条隧道 工程师们用钻机向工作面的沙粒内打入深口 注入快速凝固的混凝土浆 等待稳固后才能爆破开挖 挖掘后的隧道要尽快加固 才能保证安全 相对于普通铁路 种在铁路的隧到底部需要更高的承载力 地基厚度要达到一米 工程师们首次尝试在施工时 同时加固隧道的拱墙和底部 24米的自行式履带站桥 让他们的计划得以实现 工作面上进行挖掘 站桥上面可以行车 下面的工人则同步进行隧道底部的混凝土加固 在很短的时间内 可以完成一个封闭的环形隧道 在黑暗中 每天面对泥泞和噪音 这就是这些隧道工人的工作环境 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 才使得中国的路网得以四通八达 相比大宗货物的运输 散装货物的运送要更为复杂 让来自不同地方的货物准确到达各自的目的地 则要依靠另一个系统 货运编组 中国中部腹地 正州 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得经过这座城市的铁路比别的任何城市都要多 南来北往 东西奔行的列车在这里交汇 形成了中国最大的货运中转中心 郑州北站 中国最大的货运编组站 5.3公里的战场内 布满密密麻麻的线路 共228条 这是一辆来自东北沈阳的列车 携带着发往广州 西安 南阳的货物 正在这里进行解体 解体后的车厢 通过不同的线路 与发往各自目的地的其他货物 一起进行重新编组 在高峰期 这里一天的列车处理量 要达到三万多节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形亚飞 郑州北站的一名连接员 连接员的工作 主要就是分别的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 叫陀峰 陀峰就是像骆驼的脊背一样 两边低中间高 通过重力感应 将它分解编组 发往全国各地 他的工作原理是 将到达的货车 以倒推的方式开上陀峰 根据显示屏上显示的解挂结束 形亚飞将列车的连接勾提起 解开货车 因重力作用 解挂的货列 以惯性向下加速开进编组场 全自动的制动系统 让货车按照一定速度前行 并轻轻挂靠到 已停在编组场的车辆上 而倒叉的转换 线路排列和信号开放 全部在总控室里完成 同样在郑州 40公里外的机场附近 一处巨大的工地 正在紧张施工中 未来这里将被建成 一个集生态公园 和高端商务为一体的 大型科技园区 指挥长丁建国 必须加快园区配套设施的 建设工作 因为数十家高新企业 早已签约 正等待入驻 最近几年 郑州这个原本 并不算发达的中部城市 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2014年 它成为了全球最大的 智能手机生产基地 越来越多的高端装备制造 和电子产业 开始选择在这里 建设自己的产业基地 这些变化并非偶然 我们的原器件是进行全球的采购 我们所生产中的产品 也是对全球进行销售的 之所以选择这个郑州航空港 是因为我们看中了航空物流的快捷方面 这对我们这个产业能够带来很大的帮助 位于中国最为中心的地域 郑州不仅只是中国铁路货运和高速公路网络的核心枢纽 而且空中货运量也逐年攀升 因为如果一架国际货运航班选择在这里中转 那么不论这些货物运往中国何处都更为方便 以它为中心 两小时航程内 足以覆盖中国90%的人口 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了这个优势 郑州也连续两年成为中国航空物流增速最快的地区 除了货运 中国对客运的需求更为庞大 每天9000多个航班在230个机场起飞或降落 这是一个全球第二大的空中网络 而中国一年采购的飞机就超过300架 为了满足迅速增长的客流 中国人开始生产自己的大型客机 即使这样 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的出行问题 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流动人口也是世界之最 中国的春运 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大迁徙闻名于世 一个多月时间 三十多亿人次奔波在路上 相当于将整个星球近二分之一的人口都运送一次 要更加快速地运送如此大的客流 中国需要找到自己的解决之道 师傅就稍微快一点 我这边赶时间 家里面刚打电话来 是我媳妇预产机提前了 现在媳妇已经住院了 我得赶紧赶回去 比较着急 所以我提前买一张高铁票 赶紧往前走 对于需要经常出差的陈军来说 除了紧急情况 高铁更是他日常出行最主要的方式 坐高铁对于我而言是比较便利的 比如说我上午在紧南 过来见一个客户之后 如果下午在上海那边有客户需求的话 我直接坐一趟高铁就过去了 只要一天能规划得好的话 可以办很多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人的选择 高铁 原因很简单 既能满足快速大流量的客运需求 而人均百公里的能源消耗 又仅仅是飞机的十二分之一 中国人的计划是 建设一个超级高铁网络 以三百公里以上的时速 将各个城市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巨大的经济圈 陈军经常乘坐的金库高铁 是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 2011年 中国投资2209亿元 一次性修建了金库高速铁路通车 不仅连接起了中国最大的两座城市 北京和上海 沿线所经过的区域覆盖全国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百万以上的城市就有14个 连通了整个环渤海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带 铁道科学院电子所 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的中心 朱建生一直关注着金库高铁的各项数据 我们测散了一下 就以大概每天40万只发送量来看 北京上海直达的客流只有一万多 大概也就占到百分之三四 其他的百分之97左右的客流 都是站间的客流 说明整个金库高铁 对沿线的经济拉动作用 和旅客站间的交流作用是非常大 这是跟航空最大的不同 每五分钟 金库高铁上就有一辆列车准点发出 比大部分公交车都要密集 在运行五年后 金库高铁已经运送了4.9亿人次 而高铁所经过的区域 经济变得更加紧密和富有活力 中国高铁不仅成为中远距离出行的主要方式 也成为加速区域间人口和经济交流的助推器 用繁华的大都市带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每天350多列CRH380高速列车 以300公里以上的时速在金库高铁上行驶着 这段1318公里的旅途 最快只需4个多小时 而要让这样的高效运转得以实现 需要解决无数的难题 列车需要以300公里的时速跨越长江 于是中国人修建了世界上首座 设计贺载最大的六线铁路大桥 南京大圣关大桥 长度达到惊人的164.5公里 丹昆特大桥并非为了世界第一长桥的称号 整座大桥横穿阳城湖 跨越道路180多条 而且彻底解决了地基沉降的问题 要保证整个系统的高速运行 除了那些规模巨大的控制性工程 还需要各个技术环节的密切配合 在显没人知的地方 一些不起眼的细节是关键所在 南京南战 白天 这里旅客如枝 凌晨 列车停运 旅客散去 汪威和同事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我们班主负责金屋高铁县 南京南金屋厂的社会维护 南京南金屋厂共有倒叉38点 其中这一头总共是20组倒叉 100台转折机 另外那头是18组倒叉 90台转折机 高速倒叉是制约高铁速度 最关键的控制节点 不同于汽车 轮船 火车是没有方向盘 来操纵转向的 要让机车从一股道 转换到另一轨道 全靠倒叉的引导 列车速度越快 转弯的曲线半径就越大 倒叉也变得更长 才能保证列车不脱轨 而要让列车能以数百公里的时速 变更轨道 需要同步控制几十个转折机 推动高速倒叉进行转换 汪薇的工作就是要保证倒叉的绝对安全 钢轨不能有一点损伤 连接处必须密实 而转折机的每个触点都要接触良好 对于整个高铁系统来说 每一个环节都不容忽视 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细节 让中国的高速铁路 在短短十二年内迅速发展 建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络 全程达到两万公里 占据世界高铁里程的百分之六十 更重要的是 中国让高铁真正变成了一种大众化的运输工具 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行的首选方式 而正因为高铁带来的便利 终于让陈军不用错过人生最精彩的瞬间 但中国对于交通便捷的追求远没有停止 在经过三十年 如翻天覆地般的高速发展后 中国大规模的路网基础建设 已经基本完成 随着我们国家交通基础设施 包括铁路 公路 水域 民航的快速发展 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 就必然成为交通运输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需求 这几种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的节点 就是我们说的收纽 高速运行的京户高铁 在向南行驶四小时四十八分后 抵达上海虹桥 这是一个巨大的综合交通枢纽 拥有除水运外的所有的交通方式 如果有需要 人们可以从虹桥机场转乘飞机 一天有九十一个国内国际航班可供选择 西区的高铁 一直将旅客送到西南最远的省份 长途巴士 提供与周边各市区的便捷来往 城市轨道线路 则让旅客在二十分钟内进入市区 高效 快捷 能耗更低 同时让不同的交通系统协调发展 这就是中国道路交通的未来 从悬崖上人工开凿的挂壁公路 到三峡库区飞越天线的大桥 从不停为中国输送能量的重载铁路 到快速连接城市的高铁 短短三十年 中国的建造者们将路往铺到几乎所有的村庄 更建设了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系统和高铁网络 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庞大的一日经济圈 每一条线路的出现都给人们的出行带来新的便利 更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 而这一切现在还远未结束 八月 贵州最美丽的季节 张树鹏是一名异装飞行运动员 今天他将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尝试飞行 清水河大桥在八个月前刚刚建成通车 如今已是贵州风景最秀丽的悬索桥之一 它横跨一千四百米的地质断裂带 从桥面到谷底的高差更超过四百米 证明如此 它也成为职业极限运动者新的挑战目标 贵州省面积略小于英国 但人口只有三千五百万 在这里修建公路最大的障碍就是幽形峡谷 贵州大型桥梁主要跨越幽形峡谷 幽形峡谷深度三四百米 坡度比较陡 我们家不能可能建立三四百米的桥增从底下上上起来 所以我们桥位一般找得比较高 就一跨就跨过去 与世隔绝的自然景观吸引着全球的探险者 但在十年前 探险者们只能在险峻简陋的公路上行走 跨越峡谷意味着必须从谷顶盘旋而下 穿过谷底的小桥 再沿着盘旋公路爬升到另一岸的谷顶 别看我们一眼看到对面 从这边看到我住的地方 当然你要把行李送过去 开小车就要四个小时 从开一样绕到半岸 半岸再绕回来 极端困难的高原地形 使得贵州迟迟不能享有像东部沿海那样快捷高效的交通 为什么到现在才监测 主要是当时的一个技术难度 技术水平达不到 如今 中国桥梁技术的快速进步 让西部的高速公路得以发展 它将尝试让贵州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张树鹏这一条 将让清水河和贵州再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张树鹏 桥梁在跨越天险上功不可没 它极大缩短了出行的时间成本 推动着社会的巨大变革 这一改变不仅仅在现在的贵州 六十年前 中国开始全新的变革 这一变革打破地区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让中国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向现代的工业大国转变 跨区域合作成为国家发展的最重要战略 但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变革困难重重 中国中部一条天线成为南北沟通最大的障碍 长江 这条延绵六千三百九十七公里的中国最大河流 几乎横穿整个中部地区 丰富的水资源灌溉了沿岸超过四亿的人口 但它也是一个天然屏障 阻断了南北之间的物资交流 最宽的江面长达五公里 在过去有人类存在的时间里 还从来没有谁能够修建如此宽度的桥梁 来跨越这道天险 百度一直是这条大江上转运人和物资的唯一选择 人老已经八十五岁 他见证了一座桥梁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 就是南京的一个轮渡码头 当时没有修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 火车过江就是要用这个轮渡码头 三姐一趟运到船上去 我这里当年时候拍了几张历史老照片 这张很明显 就能看到对吧 火车 在当时度过这段不到两公里长的江面 需要花费两个小时的时间 百度受风雨的影响极大 经常因为天气而随时停航 长江天险已经严重阻碍这个大国的发展 必须修建跨江桥梁来连通长江南北两岸 1957年 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 在苏联工程专家的帮助下与武汉建成 之后的1968年 中国人举全国之力 耗费八年时间建成南京长江大桥 从此时起 中国终于摆脱渡江的艰难 2.8亿元的投资 和数十万工人八年的努力 这对于六十年前贫瘠的中国 已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超级工程 在此后的五十多年时间里 长江上先后修建了162座跨江桥梁 每年通过大桥的人数超过180亿人次 它彻底改变了中国南北经济的合作与发展 162座跨江大桥 帮助中国形成一个高效的交通网络 以让长江经济代成为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典范 现在长江上第163座大桥正在开工 扬次港大桥 它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双层公路悬索桥 在这条世界第三大河流上修建桥梁 现在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和六十年前一样 都是如何在河床上修建桥墩 经过数千年的冲刷和沉淀 长江下游几乎找不到坚硬的河床基础 于是工程师们采用一种叫钢沉井的技术来修建桥墩 十公里之外的工厂中 一个长77.2米 宽40米 高23米 重达6200吨的钢沉井被制造出来 利用气囊作为工具 钢沉井被划入江中 然后被四艘托轮运送到现场 精确定位 下沉到江床之上 钢沉井在现场被不断接高到50米 依靠沉井自身的重量是无法下沉的 十八台搅袭机 在水下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吸走底部的泥沙 让沉井不断下沉 这样的工作 工人们必须十分小心 稍有不慎 钢沉井就会发生偏移 那将是难以挽回的困局 经过168天的努力 钢沉井即将下沉到位 接下来一座240米高的桥塔 会从这里升起 阳四港大桥也将以1700米的跨度 成为中国悬索桥新的记录 从努力建造400米长的跨江桥梁 到可以从容建造跨度超过1650米的跨海大桥 中国只用了18年的时间 如今千米级的大桥在中国不下二十几座 而每一次跨越的背后 都是中国的工程师在桥梁制造技术上更大的突破 洞庭湖 中国第二大湖泊 连接东西部的国家高速公路 杭瑞高速将穿过这片水域 一座巨大的悬索桥 成为杭瑞高速公路 能否顺利穿过洞庭湖水系的关键性工程 洞庭湖二桥跨度1480米 有两座重量超过63万吨的锚定 两座超过200米高的主塔 两条2600米长的竹锁栏 和超过4.3万吨重量的钢航梁桥面组成 在中国悬索桥中跨度排名第五 现在锚定和主桥塔已经建成 工程师们将要开始最关键的一步 架设主桥 主锁栏是悬索桥最核心的部件 它要拉起重达四万吨的桥面 并保证在桥梁正常使用的一百年里 不能进行更换 这个就是我们东平湖大桥的一个主锁案 主锁案的话是作为我们主缆的 在塔顶的一个成立结构 通过主锁案将所有的主缆的贺载 传递到我的锁塔 我们的主缆锁谷举一个通锁的例子来讲的话 就相当于我手上的这一根绳子 主缆由175树锁谷组成 每一树锁谷由127根直径5.35毫米高强钢丝组成 和普通绳锁相比 这座跨度1480米的悬锁桥 主锁栏制作要求要高得多 760公里之外 决定这座桥梁命运的 就是这一根直径只有5.25毫米的钢丝 它被誉为悬锁桥的生命线 重达两万吨的钢盘条已经运抵工厂 接下来的每一步工作 都将决定这座桥的命运 这个是用于洞庭湖尔桥的盘条 这个盘条的直径是12毫米 然后通过后面的拉丝机 这个九道式拉拔以后 变成5毫米的钢丝 强度超过1860兆帕的钢筋 在200米的距离内 被拉伸成5.25毫米的钢丝 这个工艺技术必须保持 材料的强度不会降低 那我左手拿的就是12毫米的盘条 右手拿的是5.5的钢丝 这个拉拔完了以后 它都破掉了到了四调端 这个四调端什么一个概念呢 这么细的钢丝可以吊起 两台五人驻的小轿车 钢丝穿过温度达到450度的金属溶液 被快速堵上一层薄薄的防腐层 它要保证未来一百年时间里 这一根钢丝不会被恶劣环境所腐蚀 它的使用设名要求达到一百年 这一百年中间它是不可更换的 那我们现在目前最好的防腐层处理呢 就是在钢丝的表面 头部经理和进度成 钢丝被运送到另一个车间 接下来的工作将决定整座桥的命运 这一片呢 正六边形的锁骨 每根钢丝在大桥上 都精确地对应有自己唯一的位置 每一百二十七根钢丝 组成一个正六边形的锁骨 一百七十二个锁骨 依次排列 组成了悬索桥最重要的部件 主锁栏 它将承担这座桥梁超过九万吨的重量 经过六个小时的努力 一根长度两千六百米的锁骨制作完成 三个月后 这根锁骨被转运到洞庭湖 等待最后的安装 快速发展的时代 中国的桥梁 以每年增加一万座的数量在增长 而这些桥梁所连接的城市或乡村 也都开始潜移默化地改变 有了在江河湖泊上 修建桥梁的丰富经验 中国的工程师们 终于可以将眼光放得更远 林丁阳 中国南部重要的海湾 周边九个地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基地 但环绕林丁阳的交通体系 质顾了区域的进一步发展 打破这个不平衡的解决之道 是一座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 它将林丁阳东部的香港和西部的珠海澳门连接在一起 驾车通行时间从四个小时缩短至三十分钟 工人们要在九年的时间里 用五十五万吨钢材和二百三十万吨水泥 在三十五公里的海面上搭建起一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中山制造基地 港珠澳大桥最大最重的一片钢箱梁 正准备装船运往施工现场 它长一百二十八米 宽三十八点八米 重量达到三千五百一十吨 足足相当于半个埃菲尔铁塔的重量 港珠澳大桥的钢箱梁采用先进的整体制造和吊装施工工艺 这最大限度地降低海上施工的风险 为了严格确保一百二十年的使用标准 两千一百五十六个巨大的钢箱梁都在工厂内制作完成 在制造车间里分布着各种不同的自动化设备 激光切割机 卷板机 还有全自动焊接机器人 所有这些设备都杜绝了人为因素对质量的影响 要将三千五百一十吨的钢箱梁整体搬运上船 也是一件极有挑战的事 它需要技术和时机的完美配合 四月 清晨六点 正是潮水不断上涨的时候 要抬起三千五百一十吨的钢箱梁平稳运输上船 必须四辆特殊结构的运粮车 每辆车有三十二个轴 一百二十八个轮胎 能够精确地同时调整转弯角度 我们在一个低潮的潮位 在逐渐涨潮的过程当中 把这片钢箱梁就是滚装上 我们这个一万五千吨的这个舶船 在整个运输过程当中 淘水是在不断涨 就是我们要保证船比我们的岸线码头略高一点点 处于一个爬坡的状态 这样的话对船还有对箱梁是最有利的 只用了三十分钟 这个巨大的钢箱梁就被运送到了舶船上 接下来的工作距离成功就只差一步 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海上运输 最大最重的钢箱梁运地安装现场 接下来的安装工作 就交给两台海上大力士来完成 昨天出用的这一百二十八米这片钢箱梁 已经抵达我们的施工海域 下面就要让我们面前的这个 三千二百吨和两千二百吨的这两台湖吊 完成这片钢箱梁的架设 在中国最早的水上吊桩 源自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码头和港口的货物接驳和构建安装 当时的起重能力只有三十吨到三百吨 随着中国对海洋的开发 大型设备安装需求不断提高 目前一千至三千吨的浮吊船 已经成为海上主力 同时中国更有能力建造起吊能力 超过一万两千吨的海上巨无霸 一切就绪工人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 将两台浮吊上的四十个吊点和钢箱梁连接 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驾驶室里的两个年轻人 这次吊桩最大的挑战 就是两台浮吊的协同配合 因为今天我们吊庄的这片钢箱梁 是港州大桥最宽最重的一片钢箱梁 要完成这片钢箱梁的吊庄 必须要两台浮吊 协同作业台吊完成 而我们今天采用的两台浮吊 由于吊重不同 所以说它的整个的主要的参数也不一样 这就给我们的同固性带来了更大的难 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三千五百一十吨的钢箱梁 就被准确安装到位 安装精度达到两厘米 这种近似于搭积木的施工方案 让中国的桥梁快速增长 截至目前 中国桥梁数量超过75万座 总长度达到4.26万公里 所有桥梁首尾相连 足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圈 不过如何让这些桥梁保持正常运转 是工程师们要面对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南京大盛关大桥 即254次高铁 每天正点从这座桥上呼啸而过 王玉盛工程师每次从这里经过 都会习惯性地闭上双眼 我出差到北京 路过大盛关桥的时候 一般从曲线的时候 我就开始把眼睛闭上 列车过大桥的时候呢 桥梁的伸瘦装区 钢轨的伸瘦装区 预留的是上骨度 我要体验一下咱们列车的这种平稳性 时速300公里的列车 通过大盛关的时间只有28秒 列车上的610位乘客不会知道 为了这28秒 中国的工程师们已经为此准备了10年 这儿就是咱们金户高铁的控制性工程 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 为什么说是控制性工程呢 因为跨长江这个咽喉工程 它能否按气建成 决定咱们金户高铁能否按气通车 大圣关大桥是目前世界上通行最快列车的铁路大桥 允许高速列车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全速通过 在同类型桥梁当中 6条铁路线同在一个桥面上 世界上都一无二的就是第一座 出色的设计和建造工艺 使得它获得了包括乔治理查德森大奖在内的 国际国内重要的建设奖项 但即使如此 保证高速列车的顺利通行 也是一群人每天必做的工作 凌晨2点 最后一趟高速列车驶过大圣关 下面看底名 底名 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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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畅维护的工作从检查工具开始 因为高速列车通过的桥梁 不允许有任何工具遗漏在桥面上 工人们必须仔细清点并如树带回 每天只有凌晨的四个小时是维护的安全窗口 有时甚至更少 他们必须快速判断可能出现的危险 并尽快修复 确保日出之后 几百辆高速列车的顺利通过 其实除了现场巡检维护 更多的先进技术 已经应用在对桥梁的监控当中 400公里之外 工程师正在通过远程数据 实时掌握桥梁的最新动态 通过在桥梁上安放的300多个传感器 工程师可以实时监测每一辆车的数据 和外部环境对桥梁的影响 在专业软件的深层分析下 评估出超载车辆对桥产生的威胁 桥梁受损伤的部位和程度 并对维修提供建议 数据通过网络实时远程传送到监控中心 甚至工程师可以在地球的另一端 通过互联网查看这些检测数据的动态变化 另一项技术也在进行最后的测试 王公要带领他的团队 古兴州大桥是世界上第一座双塔三索面公路铁路两用斜拉桥 主跨504米可以承受2万吨赫载 最长锁揽271.9米能够承担1250吨的拉力 在斜拉桥上 锁揽承担了桥梁所有的贺载 使用中最容易受到环境影响 而产生外部裂纹和内部钢丝的损伤 因此锁揽的安全维护至关重要 最新研发的机器人采用无线驱动技术 可以在不接电源的条件下 对锁揽表面和内部结构进行精确的检测 机器人的前端的话呢 搭载的是这种高清的这种高分辨率的这种摄像头 探测斜拉锁表面的这个P1层的这个绳上 同时我们也搭载了这种碳桑装置 对整个斜拉锁的内部的这个钢丝的缺陷进行一个检测 传统的检测方法是在斜拉锁上挂设吊栏 依靠复杂的卷阳机将吊栏和人向上缓慢提升 传统的检测方法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一天的话只能检测四根锁 而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呢 每次检测一根锁的时间只需要半个小时 这样的检测不只是在白天 当天色建暗时 机器人依然能够完成检测任务 大量的数据累加 让工程师对桥梁的安全运行产生担心 超载会直接影响桥梁结构安全 一般桥设计使用寿命一百年 但是如果你把车子重量增加一倍 它的寿命就剩八分之一了 大量的真实案例呼吁着工程师们慎重对待每一个不安全的信号 并敦促相关部门防止意外发生 中国第一座千米级桥梁 在建成15年间 已经成功拦截超过15万辆超载运输车 从2004年大桥开始大修风流起 最高风的话是日均380辆 现在逐渐降为日均30辆左右 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 越来越多的桥梁被纳入到远程监控系统中 也为中国的桥梁设计提供依据 通过卫星图像 我们看到被越多桥梁连接的地区 也是中国交通最繁忙的地区 那里的社会发展进程就越快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正在快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不过放眼中国西部 这样的变化还很微弱 四川 云南 贵州 在中国的西南三省 平均海拔2600米 它地处于亚热带地区 却因为海拔高差巨大 形成了从亚热带到寒带的 丰富垂直气候 在这里建设一条高速公路 要克服比平原和海洋 更难以想象的风险 一条国家公路沿山路 蜿蜒盘旋向前 这条三十年前建成的公路 只能双向通行 是进入西藏的三条公路之一 现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 将让雅安到康定的时间 从原来的一天缩短到四个小时 决定这条高速公路的关键 是一座大桥 在这里修建大桥 工程师们遇到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 这就是二郎山 雅康高速通过13公里层的隧道 穿过二郎山 接着到我了桥位走在地 在大多河的两岸 由于地质结构的不同 康定岸这一侧 以松软的筷子土为主 地质平缓 在雅安岸地质上 主要是坚硬的花钢岩 地质非常陡峭 两岸地质结构的不同 给大桥一个关键部件的制作 带来不小的麻烦 锚定是玄锁桥另一个关键的部件 它利用自身的重量 牢牢地固定住主锁栏 西岸的开阔场地 可以很方便地开挖出 63万立方米的土方 一个23万吨的重力锚定 正在施工中 东岸就没有那么容易 要在坚硬的花钢岩山体里 开挖出同样体积的基坑 难度巨大 工程师们必须想其他的办法 一个巨大的隧道正在开挖 它是拉住主锁栏的关键 工程师们先在山体里开挖出一个深度159米的隧道 接下来用1000吨钢材在隧道顶端搭建起十层楼高的钢架结构 然后灌住8600立方米的混凝土 让它和山体成为一个整体 超级膨胀罗钉的关键是172根钢拉杆的安装 每根钢拉杆都对应主锁栏上的一个锁骨 承担全角的拉力 现在正在安装的这一段 长度12米是里面最长的一段 隧道某的某固系统才用高强度钢拉杆 在使用过程中能够100年不用更换 这样一个非开放的空间里面 垂直高差达到95米 纵向深度有159米 纵向的坡度有38.8度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一般的塔钓 钓车等钓装设备 都不能进行钓装作业 这也是我们隧道某某某柴体施工 需要克服的最大的难题 要解决这个难题 必须放弃传统的吊装方法 工程师们采用锁栏吊装的方案 用两个吊点来调整钢拉杆的角度 让它按照设计的方案 顺利地放到相应的位置当中 又一根钢拉杆被安装到位 这个巧妙的办法 让世界上最长的隧道某得以顺利进行 距离卢定大渡河桥1200公里之外 云南腾冲 中国高速公路网最末端 158公里宝山到腾冲的高速公路即将开通 它在等待重要的一刻 龙江穿过腾冲最美丽的一条大江 但它也是宝腾高速必须要跨越的一道天线 在很早以前 这里的人们就在想尽办法跨越龙江 这座古老的悬索桥 七十年前曾经是这里唯一一座跨江通道 它让东西两岸人们有了密切的交往 甚至成为中国和邻邦缅甸资源交换的重要通道 七十年以后 这条江上又修建了新的混凝土桥梁 但跨越这条江仍需要蹒跚而下 再蹒跚而上 花费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现在 宝腾高速公路将会改变这一现状 一座跨度达到一千零九十六米的悬索桥 让驾车跨越这道峡谷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 长弓是这座大桥的总指挥 两公里之外的那座古悬索桥 正是它的祖辈负责修建的 那么今天是龙江台大桥最后活龙的时刻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辛苦三年多来的 期盼的一个时间 无论是巧合还是机缘 桥梁专业毕业的长工 自然承担起建造这座桥梁的重任 桥梁合拢代表着整座桥梁成功建设的关键 长工必须检查每一个工程环节 确保万无一失 和他并肩工作的还有两位桥梁设计师 而他们三个人在三十年前 是桥梁专业的同班同学 这在中国西部桥梁建设史上 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合作 而对于设计师李公来说 这座桥对他的意义更加重大 尽管是个高速公路桥 如果没有设计人性道 今后两边的居民 以及游客 他们都无法进行沟通 到这个桥上欣赏这个美丽的河谷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特别重视这个人性道的设计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 除交通 车辆交通以外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通道在考虑 并不是所有人 都同意在一座高等级高速公路上 去修建人形通道 但李公坚持这个设计 并将它付诸实施 我们设计人性道 所以它会到这个桥上来通过 他们以前从来没有 一个全新的视觉 看这个他们周围的环境 哦 原来这么美丽 所以我就想这样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 让他们更喜欢自己家乡 更喜欢家乡的生活 距离河龙 还差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最后一片钢香凉 正准备从工厂运送出来 这就是龙江桥那个标准钢香凉 在这个山区做钢香凉 实际上就不像那个打江打河上一样 在那个江上 它可以在工厂里面做好一活 就直接使用到江面可以起脚 这个山区就没有这个桥线 钢香凉在狭小的车间内被拼装完成 甚至转弯都需要特殊的设备 只短短100米的路程 工人们却小心翼翼地行走了40分钟 作为钢香凉的火笼 最主要的就是整个施工过程中的监控和上加工吊庄的精度 那么这一个从现在车辆的情况来看 这一个完全在口控之中 需要荡衣的间济比较小 跟我们的吊庄奠定了比较良好的基础 195吨重的钢香凉 在吊机的牵引下缓慢向河龙口提升 工人们必须利用钢香凉摆动中的十分之一秒时间 快速将定位销穿入定位孔 最后一片钢香凉顺利吊装完成 让七年的努力终于完美收官 它不仅贯通了158公里的宝藤高速 让这里的人们能够走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也让他们第一次从一个全新视角 审视自己的美丽家园 但并不是所有的天欠都可以用桥梁的跨越去解决 港珠澳大桥 这里的工程挑战还远没有结束 在林丁阳主航道 一个不可打破的规定 让设计师无从下手 随着海洋运输的发展 这条主航道必须预留通行30万吨海轮的通道 但它距离香港机场不到10千米 在这里要竖起200多米高的桥塔 技术上并不是问题 但它直接影响到每天1800多架航班的安全起降 唯一的选择是在海面以下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城管隧道制造工厂 它的任务就是为港珠澳大桥生产关键构建 33节的城管隧道 每节城管长180米 宽38米 高11.4米 重量达到7万6千吨 它将组成6.2公里长的海底城管隧道 这样的桥梁和隧道的组合 在工程技术上是巨大的挑战 为了保证制造精度 城管被分成8个单元制造 1100多吨的钢筋在车间里被捆扎成巨大的钢筋笼 再推送到高精度自动模板车间 模板内被快速注入3300立方米的混凝土 4天以后在温湿度严格控制下 22米一节的城管单元制作完成 8节城管单元最终被连接成巨大的城管隧道 和陆地工厂的制造相比 33节城管的海下对接安装 对工程师们是更大的考验 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深埋海底隧道施工 没有任何经验可询 报告 董所事长 1月26点击 封印安装的各项工作 准备继续全能指示 开车 对于指挥长林明来说 这一次城管安装风险巨大 5月 5月 珠江汛期已到 海面风平浪静 但很少有人知道 海面以下的净流量 从平时的2000立方米每秒 暴涨到了26000立方米每秒 这样的暗流突破了城管安装的红线 净流再一大点可能就下来就会有多数城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不计啊 要再回鱼可能要有什么 在海下40米开挖的鸡草 可能很快就被净流带来的淤泥堆积 必须要在回鱼之前完成这次陈放 工程师要争取每月一次的陈放机会 这个安全窗口 他们等了足足45天 风险热源是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前方有两条测流船 然后有四个观测站 对所有的可能经过海区的海水海流海浪的参数 全部都进行控制 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就有依据了 在8艘托轮6万匹马力的牵引下 第26号城管耗时10小时安全抵达对接现场 它的海面以下是已经连接在一起的25节城管隧道 工人们开始做城管下沉的最后准备工作 这只180米长的城管要下沉25米 与海面下的隧道对接 第一次陈放 10米 开始 小船四级连道 第一次陈放10米 速度10.4 工程师们选择阶段下沉的方案 每次停顿10分钟来调整城管的位置 我现在走过下沉30米 现在走过下沉30米 现在走过下沉30米 我说也是水下的这样一个八万能的主要 所有的操控都在这里完成 时间从午夜一直持续到清晨 潜水员准备下潜到水下三十米 来观察城管的对接状态 这个深度 每位潜水员最多只能停留三十分钟 最后的十厘米 工程师们足足花费了三个小时才完成 我们这边数据显示应该已经答案了 报告林总指挥长 一二十六管节 现已顺利完成水利押接作业 测控系统显示 管节安装精度 满足设计要求 特此汇报 请您指示 好 好 26号城管 最终以厘米级的精度对接成功 六小时后 在海面以下四十米 风水端门被打开 港珠澳大桥的海底城管隧道 又成功向前推进了一百八十米 港珠澳大桥让珠江三角洲经济带再次被联动 并将这样的优势通过国家高速公路网向西部扩散 今天距离不再是点与点之间的物理长度 而是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 随着路的延伸 人与人的距离在不断缩短 桥梁也正在帮助人们跨越更多不可逾越的天线 它不仅完成了联通地域的功能 更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通道 甚至是开启了人们全新的生活 中国春节 随着中国传统假期的领境 这个星球上每年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即将开始 40天的时间内将会发生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 相当于要把这个星球近一半的人口都运输一次 这是对一个国家交通运输能力最为严苛的终极考验 一度人山人海的广州火车站 成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春运符号 或许这样的景象在未来将会消失 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让这一切正在迅速发生改观 与运营普速列车的广州站不同 17公里外的广州南站 这里运营的全部是高速列车 广州南站调度中心 值班调度员董小林紧张地盯着显示发车密度的显示屏 8点20到8点30 仅10分钟内 这个车站进出15列高速列车 人流量达到6400人 一天的峰值流量超过28万人 这一切源于高速列车更快的速度 更高的效率和更大规模的运营 广州只是中国庞大高铁网络的一个缩影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通达高铁的100多个城市都能看到 高铁已经成为客运的绝对主力 已占铁路总量六分之一的里程 承担了超过60%的运量 旧有的普速铁路正在迅速地被高速铁路系统所取代 拥挤和等待已经日渐消失 每天清晨上百辆的大巴会把近万名的工人运送到中国东部城市 青岛郊区的这个巨型工厂里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列车制造基地 中国近一半的高速列车在此被设计和制造出来 以此为中心的10平方公里范围内 有200多家工厂为这里供应近4万个零部件 车头焊接是整车制造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 72块特种铝合金板材被无缝焊接在一起 自动焊接机器人以平均每分钟70厘米的速度向前推进 一列高铁机车的八节车厢全部焊接长度达到18.4公里 它们绝大多数都由自动机器人来完成 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焊接的精度 转向架的生产工艺是车辆生产中的另一个核心基因 它的生产品质直接影响了高速机车的行车安全 特别是它的核心部件车轴的生产 空心车轴被精准地加工 精度误差被严格地控制在了0.1毫米以下 在177万平米的厂区内 32个车间每天都在高速运行 这个庞大的工厂 每四天就可以为中国的高速网络 提供三列全新的高铁机车 这种新型列车曾跑出了486公里的时速 这是迄今为止 在正式运营线路上跑出的世界最高速度 可以 这个出行已经设计太高了 整体刚都没做好的时候 要大量地要用这个质量来弥补 所以呢 丁三三是这款高速列车的设计师 现在他也是这个巨型工厂的副总工程师 空气动力学 过去一直是飞机和火箭设计师最为关心的领域 现在他也成为了丁三三和他的设计团队 时时刻刻思考的问题 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 气动的问题 像那个高速列车 那么到300公里350公里的时候呢 列车的阻力 那么80%都已经是由于气动问题产生的 时速380公里 相当于飞机低速巡航的速度 而与飞机相比 高速列车还要面对地面气流的扰动 两车交汇时车体的激荡 以及车体通过隧道时 气流的剧烈变化 也就是说 这是个在地面飞行的机舱 但它所面对的环境 比天空要更为复杂 丁三三团队设计的车体 已经是世界上具有最佳气动性能的车体之一 然而 它们决定继续挑战自己 找到更加优化的车头设计方案 利用最先进的计算机虚拟技术 它们计算出几种理论上最佳的车头优化方案 然而前期设计的理论模型 是否真正可行 一切要等待一个至关重要的实验 来给出结论 2000公里外的中国西南腹地 这里拥有一个全球顶级的风动群 包括最尖端的火箭 飞机 几乎所有和空气动力学相关的顶级产品 都会在这里验证它们设计的成败 而今天要接受考验的 是丁33团队带来的新的高速车头 它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实验 按照1比8实际比例缩小的高速列车测试模型 被小心翼翼地吊装进来 它们希望这次的风动实验 使得列车的气动阻力再减小6% 陈大北博士 丁33的得力助手 只有30多岁的他 已经进入了行业的顶级研究团队 伴随着中国高铁的迅猛发展 今天的中国拥有了全球统领域中 最为年轻和富有活力的团队资源 安装结束后的模拟测试 数据让它们有点沮丧 数据结果和理论值差异较大 它们需要马上找到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排查过程 今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三九五 昨天的胶带能缠粘的比较大 问题似乎找到了 18小时后测试准备正式开始 世界最高的486.1的速度 你看这次的话 这个震动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比以前好多了 最终的测试数据令人满意 优化后的列车不仅气动阻力减少了6% 其他的关键性能指标也更加优异 因为这次测试基本上还是要成功的 对 未来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的车体结构 会被设计和制造出来 它会具有更高的强度 更光滑的车身和更好的气密性能 这些数据在这个星球上 可以骄傲地排在同类的前列 去年 这个巨型工厂生产了200列以上的新型高速列车 它们将助力中国 编制一个更加庞大的高铁网络 中国高铁网络现在仍然以每年2000公里的速度不断延伸 预计到2025年 它的长度将达到空前的3.8万公里 然而 要让如此长的线路 真正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络 首先要做的就是 必须打通几段核心的线路 护坤线 便是这个巨型拼图中最为重要的线路之一 全长2266公里 将最发达的华东地区和西南省份紧密连接在一起 护坤线的开通对中国超级高铁网络意义非凡 护坤线施工正在紧张的进行中 虽然今天 中国的施工团队和技术 已经处在了世界的领先水平 但高速轨道的生产和施工细节 依旧是科研人员不断探索的前沿课题 两千多公里外的北京 一个试验正在紧张的进行中 在高达10米的台架上 一个直径3米 重达10吨的巨大飞轮即将被启动 这是世界上测试高速列车的最先进的试验设备 它的作用就是检测列车高速运转中 车轮和轨道之间的关系 这个巨大的飞轮将被加速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 他们将挑战的是高速列车的极限速度 王俊彪和他的团队 要进行实验前的最后确认检查 程官那个实验场其实那个都封闭了吧 都封闭好了 那冷却水那些风产机都开了啊 对 行 我们开始实验啊 今天的实验内容是验证高速运转下轮轨的魔耗程度 车轮和铁轨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轨道交通运输上讨论一切话题的基础 无论高速行驶还是制动 列车都要靠轮轨的滚动接触得以实现 今天的这个实验呢 主要是对于轮轨的这个魔耗 因为魔耗之后呢 对于车轮来讲 它的塌面的形状会改变 这个呢 对于钢轨或者线路 路基都会产生一些破坏作用 一列高铁列车重量在460吨以上 以每小时300公里以上的速度飞驰 车轮跟铁轨的接触面积 只有100多平方毫米 这个面积甚至还不及指尖的大小 在指尖大小的面积上 承载不断变化的复杂载荷 这要求轨道必须绝对的平整 因为当列车高速行驶时 如果轨道上有两根头发丝直径的凸起 轨道和车轮产生的冲击力将会达到7吨 这个力量对于高速行驶的列车 绝对是一个灾难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高速轨道的安装被要求不能留下缝隙 那问题是 怎样才能焊接出一根真正的无缝钢轨呢 安徽五湖 这是中国最大的焊轨基地之一 为了尽量减少焊接 钢轨从出厂时长度就达到了惊人的100米 这个长度几乎是我们熟悉的普通钢轨的八倍多 这些原始钢轨被运到焊接基地后 焊接机将把这些100米长的钢轨再延长五倍 焊轨轨轨内 两根钢轨相邻两端 被电流加热到了1000度以上 然后通过压力让它们连接在一起 接下来通过安装团队研发的立体切削机床 对焊接点进行高精度的打磨 同时完成检测 最终这个接口的精度被控制在十分之一毫米级 这是目前全球轨道焊接上的最高精度 接下来的问题出现了 这根被紧密焊接过的钢轨已经长达500米 如何才能把它吊装运往野外的施工地点呢 500米的长度让钢轨远远看去 软得像跟面条 如果吊装设备不能精准同步 钢轨受到挤压 结构上产生的任何微小的变化 都会对它的质量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焊接团队想出了它们的解决之道 我们采用了36台这个同步钓运 那么这项技术来我采用的是我们那个自主的这个 格雷姆线技术是获得了国际专利的 它实现这个横向移动和这个上下起身呢 可以达到正负十毫米的精度 这个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 上百根钢轨被整齐堆放在一起 36台龙门钓成列排开 未来所有这些五百米长的钢轨 会被拉到施工现场焊接在一起 形成一根超长无缝轨道 仅仅这个基地就焊接过近五千公里的高速铁轨 在中国像这里一样的焊接基地还有十一个 这些焊接好的钢轨准备出发 它们将被铺设到中国正在建设的高铁网络中 连接起无缝的超级高速交通网 今天王福春准备乘坐金户高铁 从北京前往上海参加一次摄影作品交流 作为一名摄影师 让他在行业内确立位置的 是一个持续二十年的作品系列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火车上的中国人》 这组影集记录下了中国人二十年来乘坐火车出行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巨大的变化 这组影集记录下了中国人二十年来乘坐火车出行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巨大的变化 然而变化并非那么简单 金户高铁 全长一千三百一十八公里 连接着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城市 首都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 这是两座人口都超过两千万的巨型城市 把他们连接起来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意义非同一般 这是中国高铁规划中最重要的一段 而想要把他们连接起来却绝非易事 一方面考虑它的工程地质条件 它处于一个冲击的一个平原 那么它要解决一个在软弱土层上的一个变形控制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在这个地方还要跨越河道既有的交通路往的方面 比如说在水面宽度大约20米的这个河道就跨越了100余处 各等级的公路有150余处 还跨越了我们既有的那个金户地区 华东地区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带 然而这里也是中国水网最为稠密的地区 金户高铁南端的线路 恰恰位于这个水网密集的地区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 要让高速铁路尽可能比直 同时要保证地基的稳固 这是摆在工程团队面前的两大难题 中国工程师想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 500吨的自动驾桥机 能够提起超过自身重量近两倍的桥梁 独特的一体化设计 能够一台设备完成桥梁架设的各种工作 轻松穿过隧道 架设不同跨度的桥梁 这是中国工程师的杰作 凭借中国强大的桥梁建造能力 工程团队决定放弃传统的路基 让整条高铁都架设在桥上 丹坤特大桥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桥梁 全长164公里 仅仅孔洞就多达4000多个 这段高铁不仅整个线路架在桥上 而且经过的车站也被放在了上面 其实丹坤特大桥 只是全部线路的代表之一 全长1318公里的金户高铁 80%的线路都建在桥梁之上 这些桥基被打入到了地下数十米的岩层中 采用这种方式 中国的工程人员让路基成降 控制在了毫米级的范围之内 凌晨两点 朱华军和他的同事 需要在高铁运行的空窗期 对丹坤特大桥的路基成降 进行常规检测 两个小时内 他们需要获取16公里路基的成降数据 大街数据在政府二十之内 在规定之之内 检测仪显示的各种数据说明 轨道和桥梁的检测参数都令人满意 张萍和他的团队服务的高速列车将从北京出发 四个多小时后 他们将到达一千三百公里外的上海 把你们汽车的东西都归日历了 然后把该上的东西都上齐了 卫生间的镜面门看一下 然后卫生间的游升基本情况看一下 看看手指两个消耗品的补充情况 本物车长站前接车 请您开启全列车门 穿行于北京与上海的高铁列车 每年运送旅客超过一亿人次 高峰时期发车间隔最短只有三分钟 这让金户高铁成为了全球发车最为密集 同时也是最赚钱的黄金线路 警示们 先生们 欢迎来乘坐高铁动车组列车 本次列车是由北京来站 在如此高的发车密尾下 要保障线路的高效安全运行 全仰仗于世界上最先进的列车控制和运营系统 这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指挥中心之一 上海铁路局调度指挥中心 这里的面积达到了两万平方米 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像今年2016年的村营 我们在部分区间开到了150队 达到最高峰 那么现在日均的旅客发送 光金户高铁本线 我们日均在30万人组 包括金户高铁在内 多达4100多趟的列车 在这里被24小时实时监控 张平所服务的高速列车 在这块监控显示屏上 只是一个移动的光标 目前在我们现在显示屏上 显示的就是金户高铁 载图列车北京南到上海虹桥 现在目前实施速度300公里 这是一套中国自主研发的调度指挥系统 从这里可以实时监控 上海调度中心辖区内 663座车站和40多条线路 同时监控的内容还包括 线路上所有桥梁隧道的状况 甚至包括每趟列车的车轴温度 行驶速度等实时数据 调度员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把线路的运输效率发挥到最佳 然而除了这些 他们还要时刻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 多变的天气 在张平服务的高铁列车运行的前方区域 天气状况不容乐观 台风尼泊特让华东地区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和暴雨 高铁防灾安全监控系统开始频繁报警 包括张平服务的高一七次列车在内 有六列高铁将进入这片台风影响区域 报警出现后 调度人员需要根据时刻变化的降雨量和天气情况 发送不同指令 指导司机运行 同时 他们还需要迅速编辑新的列车运行调整方案 此时 金户高铁沿线上 50多套安全监控预警系统 正检测着风速降雨量的变化情况 他现在来好准备方法 现在马上消 所有的数据将以毫秒级的速度 传送到铁路局调度指挥中心 和全国的路往中心 经过这个冒雨巡检以后 达到了列车放行的条件 比如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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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公里 那么田车后面第二列开始起到15公里 好吗 那就叫我们在下扎进去 台风的问题被顺利解决 高17次列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上海 在中国的高铁网络上 像这里一样的调度指挥中心 还有17个 两万公里的高铁线路 每天运行4200多列高铁列车 同时要面对复杂的地质和气候变化 中国高铁面对的挑战史无前例 然而正是因为这些挑战的出现 这让中国积累了海量的运营和管理经验 这是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比拟的 运行了一天的高铁列车 终于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 痛快地洗个澡 顺便也做个体检 长500米 每根钢轨重30吨 总计20根的钢轨 被专门的轨道运输车 运载到施工现场 云南境内的铺轨工作 即将正式进行 然而开始之前 中国工程师们还需要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 500米的钢轨需要依次被铺设和焊接 变成2224公里完整的一根无缝钢轨 如此长距离的钢轨 应对的气候温差极大 钢轨产生的硬力惊人 这还不是最极端的情况 全长1776公里的蓝星高铁 面对的是更极端的挑战 一天之内 它要穿越雪山和沙漠 温差达到80度 要应对如此大的钢轨硬力 把这些钢轨牢牢地固定在地基上 需要一个关键的零件 中国工程师找到了解决方案 采用特殊钢材和独特的曲面造型 兼顾强度和弹性 这种曲面造型 通过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 加工成型 经过六万小时的疲劳试验 证明这些中国工程师研制的扣件 能圆满地应对轨道硬力的难题 曝昆的铺轨工作终于正式开始了 曝昆线路现在正以每天六公里的速度 向昆明方向延伸 同时建设的 还有配套的供电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 这样的建设速度 毫无疑问成为了全球轨道建设的临跑者 它甚至超越了它的竞争者一倍以上 高速列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个挑战来自于车体的顶端 高速列车依靠电力驱动 电力则通过输电设备 被传导到接触网上 再通过受电弓接入车体 列车在高速行驶时 受电弓会和接触网进行高强度的摩擦 同时强大的气流扰动 行径中的车体振动 以及突发的气候状况 都会对接触产生影响 这是全球高铁列车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直到今天 对他的研发和优化工作 仍在不断进行之中 一边一边毫米 然后量一个纯的 然后测一下这个高度 测完这以后把这个也测一下 测一下然后 北京的郊外 陈立民和他的同事 马上要开始一个新的实验 这个实验将要模拟列车高速行驶时 受电弓和电网的接触关系 这台巨大的实验设备 将被加速到每小时530公里 同时 它还要模拟高速行驶过程中的振动 和强气流等复杂的变量 今天 他测试的重点 将是受电弓上的新型接触材料 2000公里外的护坤高铁 最南端的轨道 已经全部铺设完毕 车站施工也已接近尾声 群山环绕的西南省份 云南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高速铁路 然而 在他正式运营之前 还必须经过一道严格的考验 侯福国和他的团队 被称为高铁建设最后一道把关人 新的线路正式运营前 所有的线路和系统都必须经过他们严苛的检测 他们所使用的列车被涂成了醒目的黄色 它被称为黄医生 黄医生车身上密布了三十多个摄像头 以及三百多个传感器 在他通过的线路上 任何微小的瑕疵都会被发现 在接下来的三十天里 这辆黄色的检测车 将在这条新建线路上来回不断奔跑 它将记录下数十万种的数据和参数 今天陈立明团队测试的新型受电工材料 也将在实际线路上接受检验 复杂的环境和多变的气候 在不断考核着材料的可靠性 相关数据被精确地记录了下来 如果我们现在通过这次测量 发现就是95%以上 它都是调整过的 像这次 没有调整到位置我们会在这标上 这个位置它是没有动过的 说明这个地方没有调整 你看这个位置不一样 这位置上一次有缺陷拉出直 这次位置是调了 调到就是设计和施工标准要求 范围以内了 数据令人满意 新材料带来了更小的摩擦系数 和更加的导电性能 今天中国工程师 对高铁新技术的研发从未止步 可以预见的未来 将会有更多的新技术 被应用到中国庞大的高铁系统之上 今天上午11点20分 两列中国标准动车组 已超过420公里的时速 在即将投入运营的正徐高铁线上 交汇而过 相对速度超过840公里 交汇全程不到两秒钟 这个速度再一次刷新了世界纪录 而这条线路完成试验后 也将会正式被连接到 中国的高速网络中 如果连接成功 它将让中国两条核心的高铁大动脉 连为一体 夜晚 郑州东站 空旷的车站里 最后一班高铁列车 已经结束运营 控制室里 一群人正在紧张地等待着 这一天中难得的空窗期 因为今天 徐政宪将正式连接到高铁网络中 然而今天留给他们的时间 只有短短的30分钟 这一次30分钟时间 我们把室内的设备拆掉 然后该配的宴配上去 室外的设备也要拆掉 30分钟以前还在用 那么一会儿一给点 全部要换新的 郭瑞行和他的同事 在这有限的30分钟内 将要更换2534根接线 同时室外要拆装209套设备 再为58套软件 进行全面升级 这是一个被精确到秒的过程 如果其中任何一根线路接错 意味着第二天 穿过这个车站的所有线路 将全部瘫痪 这如同在30分钟内 完成一个要求绝对成功的 颅脑手术 为了准备这台手术 郭瑞行和他的同事们 已经模拟过上千次 青岛四方 为护坤铁路生产的机车 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个核心部件的到达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只有这个部件安装到位 一列高铁机车才能真正被激活 而这个部件的生产流程和参数 至今被看作是高铁列车生产的最高商业机密 一千公里外 中国的中部城市 朱州 这里就是这个核心部件的生产基地 今天这个神秘的区域 将第一次被许可进入拍摄 生产主管刘少杰 将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巨大工厂中 最为隐秘的车间 而在这一切之前 首先要完成一个复杂的仪式 首先需要换上消毒过的内衣 然后穿上全蜜蜂的一体化操作服 防尘鞋 消毒口罩 同时戴上全蜜蜂手套进行消毒 全套过程至少要花费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 确认无误后才能被允许进入 这里就是这个核心部件的产房 这个车间捷律度要求达到十级 它表示每立方米内的微尘粒子不能超过十个 这是一个几乎可以用苛刻来形容的数据 这个神秘的部件被叫做IGBT 我们知道列车高速奔跑的动力来源于电力 而IGBT正是对高速列车复杂的电力系统 进行控制的芯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里生产的芯片就是高铁机车的心脏 刘少杰所在的八英寸生产线 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IGBT生产线 达到这个工艺水准的全世界也仅仅只有两条 作为IGBT生产车间的主管 刘少杰知道 在这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 任何一个微小失误对于高铁机车都将是致命的后果 在这里生产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功率等级的芯片 功率越高意味着发挥的效能越大 正是这款新型IGBT的出现 让中国新型的高铁列车能耗降低了近三分之一 安装有新型芯片的高速机车 终于准备就去 现在他们即将接受新的考验 这是中国华北地区的一段高铁线路 今天两辆高铁列车将在这里进行一项重要的测试 这个测试的成败对中国高铁网络至关重要 轨道上这两辆机车来自于中国不同的生产企业 而且型号和控制系统各不相同 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对接 将意味着中国高铁网络上穿行的所有机车 将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标准之中 0503 联网准备完毕 0504E 人家已处理感染小维持继续联网 小心 同时 在这个标准下 不同的高速列车将可以统一编组运营 跨越中国不同的地域和气候条件 发挥出高铁网络的最大效率 这个标准意味着 中国高铁系统的高度整合 它将成为中国高铁网络发展的核心实力 到2025年 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将达到惊人的3.8万公里 覆盖中国240座中型以上的城市 它将彻底改变这片土地上 距离与时空的概念 中国全球排名第一的贸易大国 每年动辄以万亿美元计的货物 要进出这个国家 要完成这个近似天文数字般的货物交换 港口扮演着异乎寻常的角色 全球排名前十的港口中 有七个位于中国 今天 中国已经和世界融为一体 中国已经和世界融为一体 凯勒赛格船长早已习惯这种状况 靠驳阳山码头之后 勒沃库森号将要卸下三千多箱 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货物 与此同时 在码头等待的同样数量的集装箱 也会被装入船舱 这一切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 船长凯勒赛格终于等到了 来自上海港的银行员 这是上海港的阳山港区 世界上最繁忙的码头 每天有接近四万五千个集装箱 在这里流转 2015年 这个港区平均每天 要迎接超过十二艘远洋货轮 勒沃库森号 必须等待属于自己的时间窗口 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 从南到北 密布着一千八百多个万吨级以上船只驳位 在这些驳位中 有六分之一可以停靠十万吨级以上的巨型船舶 它就像一条南北延伸的链条 在这条港口链的一侧 是持续处于高速发展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 另外一侧则连接着全世界 2015年 中国人通过这条港口链 与世界交换的物质总量达到了三十六亿吨 这些货物足够装满三万六千艘航母大小的货轮 2015年 世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 有七个分布在中国的港口链上 其中上海港已经是连续六年世界排名第一 但是中国人的雄心不止于此 在阳山港一号码头 船长超过三百六十米 装载量达到一万三千标准箱的超级集装箱货轮 勒沃库森号 在四艘拖轮的帮助下成功靠岸 勒沃库森号进港之前 码头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好准备 今天将有一位世界冠军级的乔吊司机为勒沃库森号服务 集装箱船靠驳之后的工作需要三组人员共同配合 首先乔吊司机要在离地五十米高的地方将集装箱从船上吊起放到码头上等待的转运车上 转运车司机再把集装箱运到堆场 最后负责堆放的吊车司机要把这个箱子放到堆场中特定的位置 这些工作中难度最高的就是桥吊 它需要从几十米高的地方准确地将吊具上的卡扣插入集装箱四个角上六厘米建方的孔洞中 张燕今天为勒沃库森号服务的乔吊司机 他专业听起来很简单 就是把集装箱从船舱里取出来或者放进去 集装箱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集装箱系统最大的成就在于将全世界的物流系统进行了统一 一个载重几十吨的货物容器实现了尺寸标准化之后 全球范围内的船舶 港口 航线 公路 桥梁 隧道 被整合进一个相配套的物流系统中 集装箱运输成为现代物流系统的基石 操作桥吊的难度在于吊具是用软性的钢丝连接的 惯性加上锋利的影响 要在几十米高的地方准确地抓住集装箱 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 但这只是桥吊司机的基本功 张燕曾经四次打破船吊装卸的世界纪录 最快的一次平均每小时达到一百九十七点七九箱 也就是要在一分钟内装卸三个集装箱 2015年 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三千六百多万 连续六年全球第一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长江三角洲是世界文明的经济活跃区 2015年 近长江三角洲地区26个核心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 就占据中国全国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 上海港正是这块经济活跃区面向世界的大门 中国北方有一条东西方向的特殊铁路 这条铁路上只跑一种火车 那就是载重超过两万吨的重载列车 这条路线的钢轨 路基都经过特殊的加强设计 以应对这种钢铁巨龙不间断的碾压 这就是著名的大秦重载线 它以世界最大的煤炭码头秦皇岛岗为终点 它的起点在650公里外 被誉为中国煤都的山西省 中国四分之一的煤炭由这里生产 老费 车到进来 2016年5月24日 维修班班长朱小军接到通知 11号作业线全线停车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 但留给他们抢修的时间非常有限 今天21点前 他们必须完成全部工作 从大秦铁路过来的重载列车 到达秦皇岛之后会经过一个特殊的车间 自动翻卸机将把三节车厢内的240吨货物 一次性翻倒下来 整个过程不超过180秒 轻道出来的240吨煤炭被长达数公里的传送带 迅速传输到了码头的散货堆场 朱小军今天的任务是更换一条105米的传送带 虽然这是整个传送系统中最短的一条 但是为了更换它 整个系统必须全部停机 按照要求 系统必须在21点重新启动 留给它们的时间只有12小时 传送带有2米宽 2厘米厚 运行状态下每平方米承载300公斤的货物 以每秒钟5米的速度前进 虽然今天的中国正在努力改变能源结构 煤炭用量逐年下降 但在秦皇岛港 这些传送带每天依旧要承担最少60万吨的运量 传送带采用耐磨材料制造 而且内部还布满了铅笔粗细的钢丝 但磨损仍然不可避免 朱小军和他的团队每年需要更换的船送带长度 达到了30公里 2000万吨就应该一般都才有更换 新的传送带到位之后 最重要的接驳工作开始了 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施工工艺的优劣 将直接影响到整条船送带的寿命 中国南方人口稠密 但能源缺乏 而西北部则相反 能源与消耗之间的严重不平衡 使北煤南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配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今天煤炭从发运到装船的过程 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自动化的干散货运输系统 这个系统正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南方输送能源 马上就要天黑 堆场调控室的楼顶 沈岳和他的团队准备进行无人机飞行测试 六个月前 这个世界最大的煤炭码头 开发了一项全新的技术 这是一套实时的三维堆夺检测系统 他利用无人机在高空拍摄影像 高空拍摄的影像被回传后 可以迅速形成精确的三维模型 实时监控堆场的作业状态 晚上八点 朱小军回到现场 传送带的流化接驳已经完成 全球最大的煤炭码头 往南四百三十公里 是世界罕见的优质两岗 青岛港 这里有世界排名第七的集装箱码头 但它最骄傲的则是这个 董家口散货码头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离不开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 通过这些巨型码头 来自全球的货物 可以非常迅速地被接纳 亚洲十七号脱轮长孔祥明的日常工作 就是接送大型货轮 其中就包括目前世界最大的 四十万吨级矿石货船 这种船有另外一个名字 移动了矿山 董家口矿石码头 是世界为数不多的 可以满载停靠四十万吨级以上货轮的陆基码头 2015年 四十万吨级货轮十一班次进入中国 九次在这里停靠 这一年 这一年有三千多万吨铁矿石 通过董家口矿石码头输入中国 最近十年 孔祥明可以说每天都要跟这种庞然大物打交道 每一次 孔祥明都会万分谨慎 载重几十万吨的巨轮 必须以每秒三厘米以下的速度停靠码头 只有这样 码头上的防撞胶柱 才能完全吸收巨轮的冲击力 这个每秒三厘米的速度 就是对亚洲十七号和另外三条脱轮的要求 中国青岛段的海岸线 有非常优越的建岗条件 深水 而且步于不动 全球最大的货轮 可以全天候靠泊 在董家口未来的蓝图里 与现有博位同等规模的码头 将陆续修建 青岛钢铁厂 已经搬迁到了码头附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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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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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2016年3月28日 中国长江下游 合唱州河段 合唱州航道整治工程的 总指挥江立新 接到一个紧急通知 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这个 合唱州的这个潜堤南岸 南岸呢 它是江苏省高危崩岸区道 指挥部也是通报了这个信息 就是有可能会达到 98年那个水流的峰值 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会议 就是去讨论这部分内容 强大的需求 是中国人在港口建设 港机制造 航道整治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很多领域都领先世界 为了加强全球 与中国腹地经济的联系 今天他们要改造 这个国家最大的一条河流 世界第三大河流 长江 全长六千多公里 流域范围 占据了这个国家 五分之一的陆地国土 中国人要利用长江 打造低成本的物流通道 江丽新开会的内容 果然是关于训期的紧急通知 合唱州一段的长江 是宾威物种江屯的繁殖地 为了保护这种稀有物种 每年有一半的时间 施工被严格禁止 江丽新本来可以按计划 提前完成工作 但今天的会议中 为了防御突发的殉情 指挥部提出了额外护堤措施 但是原定的停工限期 保持不变 中国人改造长江的最新计划 是打通一段水深12.5米的航道 这样从长江入海口 沿江上行400多公里 就全部可以通行5万吨级的货轮 航道整治一般就是洼底清淤 但今天的方法与过去完全不同 长江在合唱州被分成了两股水流 水流变缓之后 泥沙容易淤积 江丽新的任务 是在北水道40米深的江底 铸造两道前滴 使北水道的水量转移到南水道 作为主航道的南水道 因此而不容易淤积 工程的任务是在浑浊湍急的江底修筑两条大坝 对于江丽新来说 难度在于如何保证40米水下的大坝能形成一个完美的形状 今晚的施工内容是铺设巨型沙带 经过半年的施工 数百条25米宽 60米到128米长的沙带 已经整齐地排列在48米深的江底 指挥部决定利用最后两天时间 加固靠近岸边的沙带坝 只有连夜施工 才能赶上进度 第二天一早 补充的沙带已经铺设完毕 江丽新需要尽快知道昨晚的施工效果 面对浑浊的江水 如何判断水底的情况呢 幸好有了这种名叫多波数扫描的仪器 它以每秒20至40万次的频率 向江底同时发射1024数声波 通过对反射回来的声波的分析 可以清晰地显示江底的形状 全面扫描之后 江丽新对沙带的位置还比较满意 沿长江继续上行 进入到中国的腹地 相较沿海地区 这里还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中国的设计和规划者坚信 如果能提高长江这条天然水道的通航能力 有效地利用水路运输的低廉成本 就能为上游的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 长江的中上游地区也被列入了改造的计划之中 2003年经过长达十年的建设 三峡大坝蓄水到了135米 长江上游139处激流险滩 被沉入了江底 660公里的航道通行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 三峡大坝上游有了优良的航道 但是大坝上下游的高差最高达到113米 鸟可以飞过去 船怎么通过呢 中国人对此自有妙计 而且还不止一条 就在大坝开始蓄水的2003年6月16日 世界最大的五级船闸系统投入使用 它可以同时通过六艘3000吨级货船 2011年 三峡年过坝货运量首次超过1亿吨 是过去相同航道货运量的十倍 有了船闸的帮助 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今天另外一条船只通道也即将运行 这就是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的船只过坝设备 巨型升船机 好 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三峡升船机的沉船箱结构 三峡的升船机是采用的齿轮齿条驱动爬身式的垂直升船机 三峡升船机第一个特点就是世界最大 它的升举重量达到15500吨 相当于同时能排升一万辆家用小轿车 这个就是我们升船机的驱动系统 由于这个升船机是全平衡的 两边的重量是全平衡的 齿轮跟齿条的拟合力现在是很小的 三峡升船机第二个特点就是运行高度世界第一 它的运行高度达到了113米 相当于37层楼的高度 在这种高度和重量条件下 它运行一次的时间只要10分钟 中国改造长江航运条件的努力 为庞大的腹地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同时也为长江口附近的港口群 带来了扩容的动力 2016年5月16日 一艘特种运输船 抵达了上海阳山港正在建设中的大型码头 船上装载的是已经完全组装好的桥调 他们接上电源就可以立即使用 这些桥调的高度和长度都接近100米 重量超过2000吨 如何将这些大家伙从水面漂浮的船上 平稳地转移到坚实的地面上来呢 这是罗国强 桥调上岸的专家 这三台桥调只是这项庞大工程的开始 后面陆续还有23台更巨型的桥调 需要它来负责上岸 连续六年集装箱吞土量 世界第一的上海港 已经预先感受到了腹地经济增长 带来的物流压力 他们希望这个全新的码头能尽快建成 今天上岸的设备来自一家中国的港口机械制造公司 它生产的港口机械世界排名第一 在过去的一年里 他们每两天就要向全球客户交付三台桥调 为此他们开发了一套成熟的桥调整体上岸的方式 现在潮水还可以吧 是平潮还是 在退潮 在退潮是最好的 只要平一下就可以拉一点 拉一点再挑 首先要等待合适的潮位 让船与码头的高差变得最小 根据最近的水文条件 5月16日的最佳潮位 从11点40分开始 可以持续两个小时左右 刚好有足够时间让一台桥调上岸 铺设轨道等准备工作必须一早就开始 中午12点30分 关键的时刻到来 此时 桥调一半重量在码头上 而另一半的重量仍在船上 在桥调的重量全部转移到陆地的瞬间 如何保持船的平衡呢 秘密原来在这里 这个设备制造商有丰富的经验 而且特种运输船 就是他们自己设计建造的 运输船的舱底 分布着数个密封水舱 在桥调上岸的同时 给不同位置的水舱加水 或者捡水 就可以保持船身的平衡 5月18日 第三台桥调安全上岸 一块新开辟的土地 开始显现码头的样子 今天的中国 工程人员有足够的信心 按照最严格标准和最快的速度 建造一个全新的港口 因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设备提供商 就在这里 上海长兴岛 全球最大的岸桥生产基地 这里平均每天要生产1.5台 高度和长度 接近100米的大家伙 由于连续几天的恶劣天气 迪拜项目的8号大梁占用3号场地 已经超时两天了 迪拜项目的负责人西建 今天必须有所动作 为迪拜T4码头建造的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13台3EPLUS桥调 今天第8号桥调要进行总装 也就是把在地面上组装好的大吊壁 装到架子上 完成这些工作 长兴岛上最大的一块总装场地 才可以腾出来 西建要尽快把大梁调走 因为另外一个作业小组 等待这块场地已经好几天了 镇华港机 这个只有24年历史的企业 今天已经占据了全世界 港口机械80%的市场份额 5公里长的生产场地 眼看就不够用了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前后大梁马上放到位 这个项目呢 前升距为80米 后升距为29米 起轮高度为54米 大车轨距为50米 这些数据都是 创世界之最 悬挂着8号大壁的5000吨浮调 缓缓地移动到了枝架上方 长兴岛上最大的一块场地 总算疼了出来 下午三点 工人把四个脚焊捞 长兴岛恢复到了原有的秩序 这是中国南方一家工厂里的私人实验室 这些来自汽车 制药等行业的专业设备 在这里出现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保证产品的品质 它的产品就是这个 中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 中国制造的标签 几乎会出现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像这家工厂一样 这些企业也在完成着自我的转型 他们希望能给全球客户 提供科技含量更高 更加安全可靠的商品 位于中国港口链南端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这里 香港 深圳 广州三地的港口 紧紧地挨在一起 这三个港口 都出现在了世界集装箱吞吐量 前十的名单里 他们的吞吐量加起来 超过中国总吞吐量的四分之一 珠江三角洲 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制造业最先发达的地区 大量的工厂为全球客户提供着各种类型的产品 仅这家生产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的工厂 每天就有一百个集装箱的产品运往世界各地 得益于互联网络的发达 今天的工厂大部分实现了信息化管理 任何一件商品 无论经过多少重的公路 水路和铁路运输 始终能被追踪到 因此物流线路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 同一家工厂的产品 也可以根据目的地 选择最便捷的路线 最适合的港口 三个世界级的大港 仅仅挨在一起 珠江三角洲数以百万计的工厂 使他们始终保持繁忙的状态 十年前 位于长江口内的上海港区 已经远远无法满足物流数量 急剧增长的巨大需求 为此 中国人实施了一个宏伟的计划 将远离大陆三十多公里外的阳山岛 建设成大型深水码头 2015年 上海港已经连续六年 占据集装箱吞吐量 世界第一的位置 每年 在阳山岛码头经过的集装箱 首尾连接起来 可以绕地球四圈半 今天 阳山岛上 中国人又有了新的动作 一个巨大的新码头 刚刚呈现雏形 这里将要进行的超级工程 对全球的港口行业来说 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2016年8月1日 来自上海的电气工程专家 秦涛出现在厦门机场 这是他最近两个月里 第三次来到这里 他为什么频繁造访厦门呢 中国人正在阳山岛上建设的 是全世界最大的自动化码头 秦涛负责的电气工程 可以说是这个码头的灵魂 说白了 秦涛的工作 就是让这个码头上的所有设备 成为新一代的智能机器人 让他们既互相配合 又能独立解决问题 一年前 距离上海港900公里的南方 厦门港与世界最大的设备制造商 振滑港机合作 将一个传统码头 改造成为一个小型自动化码头 这个码头成为了秦涛取经的地方 今天的世界得益于互联网及其相关科技的进步 制造业的流水线已经从工厂向外延伸 遍布全球的消费者成了流水线的真正终端 路网 各种转运点 以及飞机 车队 船队等运输工具 已经渐渐成为这个巨型流水线的一部分 自动化码头 就是提前在码头这个节点上 实现了自动化运作 中国人18个月前开始建造的自动化码头 今天已经试运行超过了半年 这就是所谓的磁钉 它和我手中的磁钉是一样的 这个磁钉里边有一个感应芯片 我们在整个自动化区域之内 我们布设了将近有一万个这样的磁钉 AGV在经过任何一个磁钉附近 它都能准确地感知到它的相对位置 这样的话 AGV就可以具备自我导航能力 AGV是自动引导车的简称 它的任务是在码头和堆场之间 转运集装箱 它的过人之处在于 在众多AGV一起工作的时候 每台AGV都会根据实时的交通状况 选择最经济的路线 另外 虽然它安装的是直径1.8米的巨型轮胎 但每次定点停车的误差不超过2厘米 不间断的试运行半年以来 研究团队已经对最初的设计 进行了上千次的调整 在这里积累的经验 对于秦涛来说 就是无价之宝 秦涛这次过来 主要想了解AGV动力方面的问题 目前 解决了续航的问题 自动化码头具备了 与传统码头中效率最高的团队 竞争的能力 这个时候 它完全不排放任何污染物的优势 开始呈现 传统的高污染工作场所将彻底改观 2016年8月25日 阳山岛自动化码头的施工现场 第一批7900多个瓷钉 已经安装完毕 首批新一代自带起升的AGV 也开始进场测试 都好了 你看它现在在这个转弯的时候 它是因为这个它会拼嘛 这个是转弯 不知道是这个地面的问题 还是因为社会的这个问题 目前 全球AGV数量最多的 也就是控制系统最复杂的码头 一共有96台AGV同时工作 而阳山岗自动化码头 AGV的数量将达到130台 这意味着 AGV必须更先进 控制系统必须更优越 中国人 有信心面对这个挑战 中国东部繁忙的港口链 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一年之后 羊山岛上 世界最大的自动化码头 将建成运营 而它引领了港口升级潮流 将使这条港口链 更加熠熠生辉 这是一个从零开始的故事 短短30年 中国人建设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络 架设了众多全球技术难度最高的桥梁 拥有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里程 占据了全球顶级港口的前列 中国人用双手创造了奇迹 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 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同时也让它和这个世界 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 很多年轻异地 都没做自动的 包裹 的